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儿子 看看这新买头巾好不好看 妈妈真好看 苏莱曼 看看我 是 苏莱曼 看看我妈 苏莱曼 你的树桑也好看 嗯 是挺好看的 去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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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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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她是一个汉族小姑娘 孩子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爸爸 小妹妹 你爸爸去哪儿了 我爸爸说要去给我买水 他让我在这里等他 可是等了很久他都没来 那你看见你爸爸朝哪个方向走了吗 凯瑟 他的眼睛看不见 可怜的孩子 他真的是看不见呀 妈妈 我们该怎么办 天都快黑了 他一个人待在这里不安全呀 要不 他到我们家住一晚 明天早上我们再帮他去找爸爸 嗯 这也是个办法 小妹妹 天真的快黑了 你就到我们家住一晚吧 我们家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的不远的村子里 妈妈 孩子 不要害怕 我们都是好人 妈妈 小妹妹 天真的快要黑了 夜里有狼 来找食物 你还是到我们家吧 我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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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去 凯瑟 你会吓住他的 那我来陪他找爸爸 凯瑟 小妹妹不肯走 待在这里又很危险 那我来保护他 我来陪他们一块等吧 我来陪他们一块等吧 两个小傲放在这儿 怎么让她放心呢 那我做点吃的 给你们送过来吧 小妹妹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田春花 田春花 很好听的名字 我叫凯瑟尔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我爸爸叫田建舍 那你妈妈叫什么 我不知道 那你家在哪儿 不知道 要不让我爸爸 给你吹一段巴拉曼琴 好吗 嗯 那好吧 我给你们吹个巴拉曼 啊 我要说你们多了 我来说你 你行吗 我来说你旅行吗 你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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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行吗 妹妹 妹妹 爸爸 妹妹躲下了 妹妹 她暈了 快点 慢点 我带送到香味生院 你回去告诉你妈妈 不要让她送饭了 回去 驾 驾 好 好 您好 医生 你好 你好 这孩子没什么事吧 没什么大碍 可以带他回家了 不过这孩子营养不良 身体非常虚弱 回家后要多给他补物 好好休养 好的 谢谢医生 妈妈 嗯 是我平良的睡衣 送给妹妹 好 好 儿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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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去睡吧 明天可是开学天一天 好 儿子 早点去睡 嗯 爸爸 我留学了 孩子 你醒了 这是什么地方 爸爸 爸爸 孩子 你和凯撒尔 等你爸爸的时候 晕过去了 凯撒尔爸爸 带你到医院 已经看过病了 医生说让你好好休息 我们就把你带回了家 我不住这儿 拜拜 小妹妹 你身体不好 要多再休息 我爸爸明天帮你去找 一定会找到的 真的吗 我凯撒尔从不说谎 孩子 你的衣服 你的衣服脏了 我替你换下来 洗洗好吗 凯撒尔 你回你的屋里去 小妹妹 我明天再来看你啊 爸爸 你一定要找回我小妹妹的爸爸 你一定要找回我小妹妹的爸爸 我一定要找回我小妹妹的爸爸 我想这个事啊 肯定有个蹊跷 什么蹊跷 这个我也说不上了 你先睡觉 咱们明天再说啊 嗯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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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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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初来班 什么事 你看 这是什么 小女孩身上的 你看看上面写什么 这都是汉字啊 我也不知道 凯瑟不是双语教学吗 他认识汉字 儿子 儿子醒醒 凯瑟 儿子 醒醒 来 看看这个 你上面写什么 看到这封信的好人呢 你们好 恳请收留我的女儿春花吧 她是一个可爱却不幸的孩子 她的母亲在她出任的时候 难产而死 春花自幼随我四处奔波讨生活 三岁的时候一场大病 让她失去了光明 如今我又生还 绝症没几天可活了 再也不能照顾我的 春花了 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上之前 唯一的希望就是 让春花能有一个好的归宿 收留她吧 好行人 我将在另一个世界上感谢你们 乞讨你们和我的女儿永远幸福 绝笔 绝笔 完了 好了 你睡吧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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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十一 十一 你会不会 你会否许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 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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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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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踩吧 来 孩子吧 来 吃早饭了 我要找爸爸 我爸爸替你去找了 找到了吗 还没有呢 不过会找到的 坐下快吃饭吧 孩子 找爸爸的事 就交给凯蒜爸爸走吧 你身体不好 在屋里歇着好吗 不好 我要自己去找爸爸 我要去找爸爸 你找不到你爸爸的 你胡说 你骗我 你说我能找到爸爸的 我怎么能找不到呢 你骗我 你骗我 我要自己去找爸爸 我没骗你 是你爸爸骗了你 是你爸爸骗了你 他得了绝症 活不了多久了 才离开你的 凯瑟 去 上学去 嗯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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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来 同学们安静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索菲亚老师 是从首府乌鲁木齐 来咱卡尔顿村小学 支教的志愿者 在这学期呢 他担任你们的班主任 及语文老师 当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索菲亚老师到来 谢谢 谢谢孩子们 希望在我支教期间 咱们能互相尊重 了解 成为好朋友怎么样 孩子 喝点羊肉汤吧 医生说 你身子弱 需要补一补 我的裙子呢 我的裙子呢 给 昨晚我洗干净晾干了 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 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 孩子 到我屋里躺一会儿吧 我把馕和羊肉汤放到桌子上了 你饿了就吃 我出去送个花末 马上就回来了啊 乖 听话 别哭了 是 masses 马上 加米拉 亲爱的白莉阿姆 你终于来了 我因为你忘了吗 帕莉达结婚这么大的喜事 我怎么能忘得了呢 花莽 早就做好了 你看喜欢不喜欢 太漂亮了 我的帕莉达会成为 我们最美丽的新娘 只要你和帕莉达喜欢 我就很高兴了 听说美莉阿姆 你们家里收养了一个 七八岁大的汉族小女孩是吗 是的 不过这个小女孩 不太愿意留在我们家里 一直想找着她爸爸 真是太可怜的孩子 我们家苏莱曼 一大早就去找她爸爸去了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我看呢还是从到儿童妇类院吧 让政府来收养她 如果不行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我得走了 孩子一个人在家里 她眼睛看不见 如果拿碰着磕着就不好了 那你快回去吧 记住别忘了 参加我们的帕莉达的混流 我一定来参加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嗯 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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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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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莱 天春花不见了 天春花不见了 怎么会这样呢 都怪我 不应该把孩子一个人扔在家里 我就送了个花帽回来 他人就不见了 他已经知道这个新的内容了 我就把他做出傻事来 不是说好 咱是不告诉他的吗 都怪我 没看着好凯撒尔 你看 你看你呀 你呀 怎么把事情搞成这样 孩子要是出什么意外 咱们怎么给他爸爸交代呢 咱们怎么给他爸爸交代呢 那现在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快去找啊 妹妹 妹妹你在哪里 大叔 看见一个小女孩了吗 孩子们 你们看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孩了吗 女孩子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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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啊 妹妹 姐姐 能不能 来 妹妹 既然别太太太 妹妹 妹妹 你在哪里啊 妹妹 妹妹 别动手 你怎么会在那里 我没有找爸爸 别哭 别哭 会找到的 别哭 爸爸真的不要我了吗 我已经把你爸爸的心给你念了 他不是不要你了 可能是 我罢你了吧 爸爸真的会死吗 如果爸爸死了 我 那你妈妈呢 听我爸爸说 你妈妈在伤我的时候就死了 别害怕 还有我呢 还有我爸爸 妈妈 他会保护你的 他还不想我爸爸 嗯 来吧 我想出办法了 慢点 来 来 慢点 慢点啊 来 慢点 这样 嗯 好 我们昨天在这儿找到你的 所以我在这儿树上 挂一张纸条 告诉你爸爸 你就在我们家里 这样你爸爸 好容易找到你的 你爸爸还没来之前 就在我们家住吧 哥哥你真聪明 妹妹 快坐下吧 我来洗 嗯 怎么办呢 这天都黑了 我去找一下陈局树 卡电大哥 让他帮忙 冬燕大火一起找我 你赶紧去吧 我在这儿等着 你还是先回去吧 凯撒尔放学要回来了 我怎么忘了我们的儿子 吃一个 妹妹 好吃吗 嗯 孩子 终于找到你了 是我找到春花妹妹的 是吗 她答应住在我们家了 太好了 我得赶紧告诉你爸爸 他在冬燕大火一起找呢 妈 你今天找得怎么样了 附近的几个村子都打听过了 都说没这个人 明天我再去其他的乡 他听一下吧 不到万不得已 谁愿意 认下自己的孩子呢 咱们在家里 咱们县里没有儿童福利院 没有办法收养这个孩子 不知道 地区儿童福利院 能不能收养这个孩子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办成的事啊 干吗要送到儿童福利院呢 咱们收养不就得了 那也不是一把可他们 也不是一只羊 那是一大火刃呢 我们的负担会重的 重就重呗 放一只羊也是放 放一群羊也是放 我呀 真想要一个女孩呢 你看 咱孩子和天春花出得多好啊 不过 她是汉族小姑娘 她能习惯我们家生活吗 不管是什么民族 全是中国人 哪能不习惯 我去拿几块花布 好好的打扮她一下 我去拿走 我去拿走 你拿走 我去拿走 玉米 这边的我都想不建议 自从小看来 你这个当时 这边的时候 你哪有的 我要去拿走 咱们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了 春花 你今天漂亮极了 叔叔阿姨早上好 早上好 孩子 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 你能不能叫我玛丽阿姆妈妈 我 玛丽阿姆妈妈早上好 玛丽阿姆妈妈早上好 来 春花妹妹 不如给你起个维吾尔族名吧 对 这是好主意 春花 春天的花 翻译成维吾尔族语的话就是 巴尔姑丽 巴尔姑丽 这个名字好听 那我以后就叫巴尔姑丽了 对呀 姑丽妹妹 对 谢谢凯瑟尔哥哥 凯瑟 赶紧吃饭吧 上学别迟到了 哥哥 你今天要去上学吗 嗯 不如你跟我一起去上学吧 我也能去上学吗 明天我去和校长说一说吧 看了 小李妹 真热闹呀 我也好想上学呀 放心吧 妹妹 教章肯定会同意的 苏莱曼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我确实很为难 你也知道 我们学校没有教授盲人学生的老师 也没有盲文教科书 你让我怎么接受这个盲孩子 那你让他旁听也不行吗 苏莱曼 这不是简单旁听课的问题 这会牵扯到很多别的问题 这件事呢 暂时我无法答应你 实在对不起 让你失望了 那这孩子就不就成了文盲了吗 太可惜了 人家校长 求你帮个忙吧 我实在帮不了你 不过你可以到县里问一问 可以让他进盲人学校吗 那好吧 好 打扰你吧 云诺校长 别客气 不好意思 我没能帮上你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те 一二三四五七七八 一二三四五七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八 哭 五 七 八 五 七 八 五 七 八 一 四 二 七 八 二 七 八 二 七 继续 三 三 是凯撒娜哥哥回来了吗 是我 回来了 来 给你从山上摘回了很多椰花 给你 谢谢你 哥哥 宝儿孤立妹妹 别为上学的事情难过了 校长不收你 但我可以教你呀 我可是个三年级学生 教一年级的课程没问题 好 我现在就去 把一年级的课程拿出来 儿子 嗯 你在找什么呢 我在找一年级的课本呢 妈妈 你知道放哪儿了吗 你自己东西 你自己应该放好啊 你要那些书干什么呢 给宝儿孤立妹妹上课 还有十字 找到了 给妹妹上课了 看看MRS 你 莫佛 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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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你说得真好 我们再来一遍吧 嗯 哥哥你唱得真好听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啦 哥哥你能给我说一下身边的样子吗 嗯 我们现在坐在一个木墩上 前面有一条从天山上流过来的一条河 我们周围有一片高高的白羊树 我们后面有我们家的几只羊在枝草 后面还有一个大山崖 这儿真的是很美呀 嗯 很美的 哥哥你能教我写字吗 嗯 我就教你一年级的第一课吧 妹妹 坐起来吧 嗯 嗯 好 来 嗯 妹妹 你看 妹妹 对不起 我忘记你 看不见 妹妹 你再摸 嗯 哥哥你写的字呢 就在您手底下呀 我怎么摸不着呀 妹妹 等一下 我有办法了 哥哥你怎么了 你等一下 妹妹 再摸 我摸掌了哥哥 摸懂了吗 嗯 我再教你怎么样写 这个字共有四个笔画 第一笔 数 第二笔 横 折 第三笔 横 第四笔 横 妹妹 你自己再写一遍 数 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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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我写对了吗 对了 对了 马海姑女妹妹 你真聪明 妹妹 我再教你月字 嗯 哥哥 天黑了吗 黑了 星星都出来了呢 今天晚上有月亮吗 有啊 月亮都怕到树梢上了呢 今天晚上的月亮长的是什么样子的 今天的月亮 大大的 圆圆的 亮亮的 很漂亮呀 哥哥 月亮为什么会发亮呢 月亮不会发亮 那是太阳光照在月亮上折射过来的光芒 原来是这样啊 哥哥 你是太阳 我是月亮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教我写字呀 如果你不教我的话 我怎么能会呢 妹妹 你真会说话 要不 我给你听我自己新学的一首诗 好吗 好啊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这是大诗人 李白写的敬艳斯绿诗诗 这首诗的意思是 是一员四处流浪的人 有一天晚上 他看见明亮的月光 想起了自己遥远的家乡 你怎么也知道这首诗啊 这是我爸爸教给我的 宝儿姑礼 宝儿姑礼妹妹 别哭 别哭 别哭啊 来 来 喝茶 宝儿姑礼睡了吗 刚刚睡了 二姐睡得很熟 那你的作业做了没有 早做完了 宝儿子长大了啊 爸爸 我还是想让宝儿姑礼妹妹 上学 宝儿姑礼妹妹太聪明了 不上学太可惜了 可是 宝儿子校长不让她上学 咱们也没办法呀 让妹妹在教室外面的窗户底下听课 这能行吗 这能行吗 我觉得能行 因为妹妹又不影响班里的老师讲课 我回家的时候再给她讲一遍 她就很快就跟上一年级的课程呀 宝儿姑礼妹妹一想起她爸爸就很伤心 她上学的话就没时间伤心了 对 这也是个办法 那明天去试试吧 嗯 嗯 我们也点去试试 啊 放 好了 那这个脚啊 再放一点 慢一点 哎 好 来 把午饭带上 凯瑟儿 一定要照顾好妹妹 平平安安的去 平平安安的回来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八儿姑礼 学校里孩子多 别人说什么你都不要听 就听你凯瑟儿哥哥的 如果有人问你 你是谁家的孩子 你就说 苏莱曼阿巴斯的孩子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好 上学去吧 慢点啊 小心点 妈妈再见 再见 再见孩子们 凯瑟儿 一定要把妹妹照顾好 知道了 凯瑟儿 你拧着这位小妹妹 谁呀 那是我的妹妹 把她鼓励 明明叫不出你一个孩子 满下来的妹妹呀 她就是我的妹妹 哎 你干嘛拧着她呢 她自己走不了路吗 她眼睛看不见 所以我带她去 哦 真谢妹妹真可怜 那我们需要帮她拾帮吗 谢谢了 暂时不需要 需要的时候 我再教你们 好 我们现在走了 再见 再见 伍瑟妹妹有水沟 哥哥 他们是谁呀 都是我们班同学 想帮助你 他们真好 宝瑟妹妹 我在三年级班 我帮你带进一年级班的窗户里面 你就在那儿待着 我们班的距离很近的 有什么事 你不要惊慌 老师和同学问你 你就说 我的哥哥叫凯撒尔 明白了吗 嗯 等了 Stay 秀微美 你班递今天これ是不是 挑一课 是 哪个号悬的 打明天ус师厢的 太好啦 凱撒 感谢老师你好 你好凱撒 有事吗 我妹妹眼睛不好 想听您的汉语课 我想让她站在教室外面窗户底下听课 干嘛在外面听啊 进教室里面听吧 我怕她在班里影响别的同学 所以让她站在外面听课吧 那好吧 谢谢老师 妹妹 慢点 来 妹妹 你再在这儿 哪也别去 对 我去上课了 下课以后我就会到你身边的 这是茶水 渴了就喝 知道了 哥哥 再见 妹妹 阿里木江 到 阿姨诺 到 阿山江 到 顾丽米拉 到 小菲亚老师 对不起 对不起 凯瑟尔同学 上课时要进门 要喊报告 对不起 索菲亚老师 报告 好 季兰 你怎么知道了 对不起 索菲亚老师 下次不会了 好吧 回到座月上去吧 谢谢索菲亚老师 是 那我们开始上课 首先 我想让同学们 把昨天我布置的课外阅读 山村小学 来阅读一下 谁先来 凯瑟尔 还是你先读吧 山村小学 像一束白色的山菊花 在山野开放 像一支船队 在绿海碧堂中航行 我们的学校 西菲亚白城的学校 坐落在山野开放 我们的学校 西菲亚白城的学校 他 Won There Is You выше! 你也不知道 来 theater 像一段关系 你也知道 入ers 莫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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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直到大际 permiti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哥 你听 这是什么鸟叫声音呀 是臭姑姑 臭姑姑的声音真好听 我国的全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陆地面积约960多万平方千米 距世界第三位 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海岛最多的国家之一 拥有近300万平方千米的海洋国土 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河 全场6300多千米 是世界第三长河 我国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 你是哪一班的 我 我 我 不去上课站在这里干什么 孩子 你的眼睛看不见吗 别害怕孩子 是谁把你带到学校里来的 我 我哥哥凯撒 是三年纪一班的 哦 是凯撒妹妹 哥哥 我是不是以后不能再去上课了 哥哥 我是不是以后不能再去上课了 放心吧 妹妹 一定会想出一个办法的 就在今天晚上吧 一定会想出来的 真的吗 当然了 凯瑟儿 昨天校长不是不让你妹妹听课了吗 我有办法 需要我帮忙吗 你们就在课街陪陪我妹妹吧 当然可以了 巴哈姑里 祝你好运 再见 巴哈姑里 再见 姐姐 再见 再见 快点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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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你就在这儿这里听课 要是水 喝呢 你就在这里 咳了就喝 饿了就吃 哥哥 你说校长会来这里吗 放心吧 妹妹 校长不会来的 那只管校园里 妹妹 我要去上课了 哥哥 你快去吧 别迟到了 嗯 妹妹再见 再见 同学们 今天我们讲第三课 海洋里的秘密 首先 哪位同学愿意先为大家朗读一遍这篇课文呢 凯瑟 你来念吧 海洋里的秘密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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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里的秘密 妹妹 这样听行吗 行 哥哥 就是有时候老师说唯不唯语 我不太懂 嗯 妹妹 我们现在是双语教学 用的是汉语和维吾尔语 你也可以根治学维吾尔语呀 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妹妹 你喝水了吗 我不渴 这么热的天气 你不喝水会中暑的 妹妹 你现在不喝 不喝也得喝 我不想喝 不行 你快快喝呀 要不中暑了不能再听课了 同学们 今天我们学的生词再复习一遍 好吗 好 海岛 海岛 文明 文明 世界 世界 地面 地面 同学们 下课 老师再见 同学们 再见 你们老师叫什么名字呀 他叫索菲亚 刚从乌鲁木齐来 他才二十多岁呢 很漂亮的 听校长说 他是来支援我们学校的 如果他能教我维吾尔语 那该多好呀 那才不可能了吧 他才只教一个学计而已啊 可是我的眼睛看不见 不然能看看他多漂亮 放心吧妹妹 我长大以后 你有学医 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的 妹妹 哥哥你真好 哥哥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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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喝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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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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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气球 吸 吸 一支气球 吸 吸 刀切 吸 吸 刀切 吸 吸 我吃苹果 吃 吃 我吃苹果 吃 请你去车 齐列 老师好 同学们好 坐下 是 同学们 今天我们上的课是 春天的花 昨天我给同学们布置的作业里有 朗读第八课 坐风车的布式 不知道同学们回到家里后 朗读了没有 朗读了 那就检查一下 凯萨 到 你来读课文的第一和第二自然段 嗯 两百年前 英国有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叫牛顿 他身在农民的家庭里 他念小学的时候 非常爱做水工 凯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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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外有什么 嗯 没什么 那就继续朗读 奶奶给他您用钱 他总是攒起来买 买 买斧头 买锯子 他成天做手工 在他的学习 成绩不怎么好 凯萨 凯萨 你平时读课文不是这样的 你今天怎么了 有心事吗 没有 那下课以后多朗读几遍 要好好熟悉课文 明白吗 明白了 坐下吧 谢谢 顾丽线 你来读课文第三次自然段 有一天 优等放学回家 凯萨 凯萨 你去吧 奶奶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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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怕 有我在哪 可跟我走吧 小学 不叫老师 他是谁 他是我 哥哥就是 不要我在这里见课了 老师 我这就走 你不要责怪哥哥 老师 这事怎么回事 我妹妹眼睛看不见 但她非常想上学 校长不收窗 所以我让她在这儿听课 苏编老师 苏编老师 苏编老师对不起 苏编老师 你就放了我妹妹吧 苏编老师对不起 我再也不带妹妹来到这里了 苏编老师 对不起 别怕别怕 别哭 别怕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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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没有错 我带你们到我宿舍去换衣服 不然你们会感冒的 走 就这样 我们收让了八孩孤里 她现在 是我们的女儿了 是吗 玛丽阿玛大姐 我已经说服了校长 允许八孩孤里来上学了 另外 我正在托人帮她买盲文课本 等买到以后 八孩孤里的学习就更方便了 太好了 苏编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 你得八孩孤里太好了 是你们一家人太好了 给立个孤女温暖完整的一个家 这个孩子眼睛要是能治好 那该多好啊 是啊 想问一下 八孩孤里的眼睛 怎么会看不见的呢 按她爸爸信长说的 是她三岁那年生病是落下的 玛丽阿玛大姐 如果你们允许 我想周末带八孩孤里到地区医院 找专家检查一下她的眼睛 看看究竟有没有治好的可能 你看行吗 当然行了 如果能治好她的病 我什么都愿意做搜菲亚老师 好 这个孩子的角膜 已经完全变异坏死了 是孩子能重建光明的唯一办法就是 角膜移植手术 移植眼角膜 对 移植眼角膜需要等待角膜源 并且费用还很高 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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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吃午饭吧 快吃吧 凯特啊 老师 你怎么来的 原来请坐下吧 老师 你们俩真会找地方啊 河流 树里 还有伴随着小鸟的歌声 这不是多美的地方啊 这边老师 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吧 好啊 你们就喝酸奶吃饶吗 不不不 妈妈 就这么这些东西啊 是啊 索菲亚老师 您跟我们一起吃吧 好 我吃 嗯 你们请我吃好东西的话 那我也请你们吃好东西 怎么样 来 这是老师煎的荷包蛋 尝一尝 好不好吃 这是你的 谢谢老师 来 我喂你 真好吃 谢谢雪菲亚老师 吃吧 老师 我能摸摸您的脸吗 摸我的脸 是啊 哥哥说您长得很漂亮 是吗 是吗 好 摸吧 摸吧 我也觉得您长得很漂亮 真希望我能看见 真希望我能看见 这样我就能好好的看看您了 好 海儿姑娘 你的眼睛 一定会治好的 嗯 家里有人吗 哦 哎呦 索菲亚老师 是你呀 索菲亚老师 索菲亚大哥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请进 索菲亚老师 快进来 你好 玛丽亚大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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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里面坐 好 好 凯萨和巴哈儿姑娘呢 哦 凯萨带着巴哈儿姑娘 放羊去了 好 快去骑场啊 哦天哪 哦不用了不用了 我一会儿就走 不用麻烦了 拿一下 索菲亚老师 嗯 你还好吧 还好还好 您让初世间到我们家 咱们很高兴啊 别这么说 玛丽亚大姐 你不用忙了 我是给巴哈儿姑娘送盲文课本的 谢谢索菲亚老师 谢谢索菲亚老师 有了这些书 巴哈儿姑娘 就跟其他孩子一样学习了 不用谢 索菲亚大哥 玛丽亚大姐 我上次跟你们说的 换眼角膜的事情 你们考虑得怎么样了 索菲亚老师 谢谢你为巴哈儿姑娘 言兵这么操心 可是 还颜角膜 怎么没有这个能力呀 费用先不要管 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还是先 赶紧为巴哈儿姑娘申请吧 要不然 要不然错过了最佳知了时间 就可惜了 索菲亚老师 那我们 就听你的 对 听你的 哥哥 我也想提鸡蛋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全家 给索菲亚老师的鸡蛋呀 也是我们全家的心意 所以我也想提鸡蛋 有道理 给 给 装好了 我们快就要见到索菲亚老师了 我真高兴 我也是 是 奶奶的 姐姐了 嗯 好 再抬一遍 嗯 再抬一遍 来 到了 请进 哦 是你们俩 快进来 来 快进来快进来 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师 这是我们全家给您送的鸡蛋 您收下吧 这么多鸡蛋 我怎么能吃得完呢 索菲亚老师 您就收下吧 不然爸爸妈妈 会埋怨我们的 是啊索菲亚老师 您就收下吧 好吧 我收下 谢谢啦 来坐 慢一点 慢一点 你好 你们来得正好 我正准备告诉你们 我要回乌鸣器一段时间了 索菲亚老师 您要走了吗 索菲亚老师 您不喜欢我了吗 不是不是 我特别喜欢你们 尤其是把孩儿孤立 我特别喜欢你 老师只是回去一段时间 去处理一下 我的毕业论文的事情 处理完了 很快就会回来的 啊 时间很短吗 当然了 这只是短暂的分离 短暂的分离 我还是舍不得 来 你们两个过来 你们两个过来 凯萨啊 这支笔送给你 希望你好好学习 好吗 好 不好姑李 这个MP3送给你 这里面储存了很多 好听的音乐和歌曲 希望你喜欢 索菲亚老师 您要早点回来 放心吧 处理完了 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还会给你们写信 你们可要给我回信呢 啊 快点 快点 慢点 小心 开三 开三 孤儿班叔叔您好 您好 您有一封信 苏菲亚老师进来的 谢谢 谢谢康尔班大叔 谢谢 妹妹 作片老师来信了 真的吗 真的 太好了 亲爱的老孩姑李同学 凯萨儿同学 你们好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和你们分别了 已经两个月了 我很想念你们 和我在一起的日子 田春花同学 你的学习进展怎么样 生字和生词 已经学了多少个了 凯萨儿同学 你是一个很聪明 很善良 很有同情心的孩子 你在学习上很用功 但不能骄傲 一定要再接再厉 你要多帮助你妹妹 田春花 凯萨儿同学 你肩上的担子很重 我相信你会合理安排好你的时间 首先一点就是不能影响你的学习 请代表我给咱们班的同学问个好 也代表我向你爸爸妈妈问个好 索菲亚老师 您好 我 哥哥 你告诉索菲亚老师 我已经学会216个生字了 我还会学很多很多生字的 哦 爸爸妈妈 你记住了没妈 记住了 你学会了216个生字 哥哥写我自己想的 然后再行 苹果 好吧 嗯 妹妹 慢点啊 那我都说大事了 绕不过去 别小心 嗯 放起 妹妹 累了吗 我不累 哥哥 哥哥 我昨天晚上梦见索菲亚老师了 真的吗 嗯 我怎么没梦见呢 我昨天晚上梦见 我和索菲亚老师在一片很大的花地里 花地里的花都盛开了 一眼望不到边 真的很美 我一转身 我一转身 正看着索菲亚老师抱着一束大鲜花向我跑来 我也向她跑去 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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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要跑到的时候 后来怎么了 后来 马里亚妈妈把我叫醒了 才做了这么点梦 要是马里亚妈妈不叫我的话 我还能继续坐下去 今天晚上继续坐吧 妹妹快走吧 这愿起来 家传统的čas 人家有事吗 有出片老师寄来的信吗 没有 谢谢叔叔 如果有信的话请别忘了告诉我 好的 再见叔叔 再见 妹妹你怎么不吃饭呀 是不是想了索菲亚老师 非常想的 非常非常想的 她已经一个月都没有给我们来信了 我真的很想她 非常想的 美浪大姐 老师 您家有长途电话 快去邮件锁吧 谢谢你 不用谢 喂 喂 玛丽亚姆大姐 是索菲亚 索菲亚老师 你还好吗 好 凯瑟和马哈儿孤里的 她们都好吧 她们都好 谢谢 玛丽亚姆大姐 我在乌龙齐找到了 给巴哈儿孤里做 眼角膜移制的眼角膜员 手术费用 我通过残联和有关组织 已经落实好了 不用你们花钱 但你们必须在三天之内 带着巴哈儿孤里赶到 老总的检测手术 你们买好票以后 通知我 我到车展接你们 你们要尽快赶到 好吗 太好了 谢谢索菲亚老师 谢谢你 好 玛丽亚姆大姐 再见 再见 玛丽亚姆 索菲亚老师 她说什么 回家 我慢慢告诉你 走 虽然索菲亚老师给我们解决了 巴哈儿孤里的手术费和炉费 但咱们也不能控制手去吧 俗话说 穷家俘虏嘛 那咱们也想想办法 那咱们也想想办法 你说得对 我们是得想想办法抽点钱 请不吝点 哎呀 坐好了 往这边坐 坐好了吗 你好了吗 好了 儿子 你一定要听你舅舅舅妈的话 听见没有 听见了 妈妈我要上学去了 再见 叔叔再见 儿子 好儿子 要听舅舅的话好好上学 嗯 儿子 乖乖的 不要让我们担心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知道了 去 上学去吧 嗯 妈妈爸爸再见 再见 再见了儿子 再见哥哥 不好儿姑娘妹妹 你要正好你的眼睛呢 好啊 10 2 6 9 9 10 9 9 怎么没看见索菲亚老师 在前面 走 你们是不是把号锅里移家呀 是 您是 你好我是索菲亚的朋友娜迪 索菲亚老师没来吗 索菲亚她正在医院办理 脚膜移植的手续 所以她自己来不了了 可是你们放心 她让我给你们安排了一切 谢谢您 走吧 孩子 祝你手术顺利 别怕 乖闺女 不要紧张 不要害怕 爸爸妈妈一直在这里 等着你出来 索菲亚老师不是说要陪我做手术吗 她怎么还没来呀 宝贝 她会来的 索菲亚老师 你没有 宝贝 你快要陪我 你快要陪你 老师 老师 你来了吗 我害怕 你怕 老师 我一直陪着你 我和你的Sophia老师 都尊心出院 你的手术成功 我们都在这儿等着你 那天妹妹 Sophia她怎么了 去你告诉我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她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 我求求你 我是你 快 快 快 小儿子 爸爸 妈妈 爸爸 儿子 儿子 妈妈 想死你了 妈妈 你变得更漂亮了 是吗 哥哥 宝贺公里妹妹 你的眼睛治好了吗 当然了 我的哥哥长得还挺帅的嘛 哥哥 你的红领巾都脏了 回家 我帮你去洗 嗯 妹妹 我们回家吧 宝贺公里妹妹告诉我 索菲亚老师在准备回村的前一天 遇到了车祸 讲究了两个多月 还是没希望 临终前 索菲亚老师决定把眼睛膜 捐赠给妹妹 并一直坚持到 手术结束 才含笑离世 妈妈听 那爹安宜说 索菲亚老师 你是一个孤儿 所以她特别希望妹妹 能够得到幸福 妹妹告诉我 她要好好学习 快乐生活 不辜负 索菲亚老师对她的希望 可我觉得 索菲亚老师 一直都在我们身边 永远不会离开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